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啊 厉害咯 玩算开源中国的Git 因为我现在这条课程是用这个看中国的Git服务器进行管理嘛 我就想通过这个课程把这个看中国Git服务器云服务该怎么使用呢 介绍给大家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我的课程内容啊 本期课程为您讲解如何使用Git命令 注意 我是用命令 而不是用这个UI界面啊 您要是不会命令的话 只是通过UI界面管理的话 您不能说掌握到Git精髓啊 好 再看啊 咱们用Git命令连接远程服务器 然后呢 把咱们本地编写的代码呢 提交到远程服务器完成团队的协作开发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第一 第一个命令叫做GitClone 什么意思 这个命令就是说克隆嘛 就是说把远端Git服务器端的库克隆阔就拷贝到本地 就这样命令啊 第二个GitRemot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看一下咱们现在当前Git库连接是哪台远端服务器 是不是要添加新的远端服务器 通过GitRemote进行控制啊 第三GitPush 咱们本地编辑完好多的一些个修改嘛 编辑完之后咱们需要把咱们最新代码呢 Push推到远端服务器 共有给其他的团队的成员 这个要用到GitPush命令啊 今天咱们重点讲这三个命令啊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课程的操作步骤啊 首先说我呢 在这个开讯中国已经有了一个Git库 今天呢我有准备操作 怎么操作呢 咱们首先用GitClone 把我开讯中国的库呢 克隆到本地 然后呢咱们编辑本地 因为客人过来了嘛 咱们随便编辑本地了嘛 编辑完本地文件 然后呢将编辑后的文件呢 提交到本地信息库 咱们一直讲解的内容 都是对本地库操作嘛 这个地方呢也不变 咱们呢编辑一些文件 然后提交到本地税库 用哪个命令呢 咱们大家都熟知了 GitAdd GitCommit 进行本地提交 提交完之后 这个就重要了 把咱们本地库呢 推到远端Git服务器 就看中国服务器嘛 把它推过去 这个是今天咱们课程的主要内容啊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咱们通过开完中国 我建了一个叫什么吧 大家请看 Learn OSC 我建了这么一个库啊 咱们今天就操作一下这个库啊 为您展示一下 如何使用分支 如何提交代码 如何呢 管理整个Git远程库的过程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这个具体的要做的内容啊 首先说 首先说 咱们用Git克隆命令 把我远端的数据库 或者叫做Git库呢 克隆到本地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当前本地的分支状态 因为我这个库吧 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Mast 一个是DV开发分支 今天呢 咱们准备编辑开发分支啊 编辑Mast很简单嘛 今天咱们主要做一下 其他的分支的操作 好 咱们看怎么做啊 我把它克隆到本地 然后呢 看一下分支的状态 然后呢 我在我本地 也建一个开发分支 以远程分支的状态 建一个本地开发分支 因为咱们克隆下来之后 只有Mastar分支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的远端税库 是有开发分支的 咱们怎么把开发分支 也克隆下来 用这个命令啊 克隆完之后 在本地 再建一个开发分支 和远端分支呢 进行一对应 然后咱们呢 Checkout开发分支 进入到开发分支之后 咱们编辑一个文件 怎么编辑都行 无所谓嘛 编辑了文件之后 把这个文件呢 提交到开发分支 这个咱们以前都学过嘛 提交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当前远端服务器的状态 然后呢 把咱们今天的提交呢 推到 看中国的Gate服务器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 做的操作过程啊 可能时间有点长 咱们马上做啊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 试试啊 首先说 算了吧 我今天不用这个文件夹了 我刚才应该是 打开了一个文件夹 咱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远端的 我把这个关掉 这个是我远端的 Learn OIC的这么一个 Git Core 这是这个库里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主分支 什么内容都没有 一个呢 是我的开发分支 算了 我就注意复 因为我是连的 这个国内服务器 有点慢啊 我开发分支 就过来了吗 开发分支 这个Redmi呢 是有很多的内容的 对不对 我今天就准备 把它克隆下来 然后编辑一下 开发分支啊 好 那咱们试试啊 首先说 咱们先回到 咱们这个Git Core的 根的目录下 然后呢 选择拷贝 拷贝这个URL 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呢 通过这行命令 克隆一下 咱们试试啊 我这有一个倒字窗口 是这个看中国的服务器 咱们现在选择Git 克隆 克隆谁 刚才拷贝的这个URL 回撤 因为我是公有库嘛 所以呢 不需要用户名口令 就能够克隆啊 克隆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目录状态啊 没问题 然后咱们进入 这个文件夹 刚才咱们克隆的嘛 对不对 好 进来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状态 只有一个Redmi 然后呢 看一下咱们的分支状态 对吧 大家注意 没有开发分支 但是咱们这个地方 是有开发分支的嘛 对不对 稍等 这地方咱们是有开发分支的 那么咱们应该是编辑开发分支的嘛 对不对 该怎么办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叫做 Git Branch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看所有的分支 包括远端分支 咱们试试这个命令啊 回到DOS下 敲 Git Branch 减 A 大家请看 咱们目前是MAS分支 但是呢 还有好多远程分支 其中有一个呢 是这个DEV 咱们需要把它checkout出来 然后编辑 并且把它推到远端的服务器 好 咱们做这个工作啊 接下来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用这个Git Branch 是DEV建一个开发分支 然后呢 以哪个目标点进行建呢 或者说以哪个提交点进行建呢 后面要跟这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怎么写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刚才咱 Git Branch 所出来的这个 这个就是咱们远端的操作点啊 或者说咱们要建DV的Commit的点 好 咱们试试啊 敲 Git Branch DEV空格 这个我就不敲了 这个这些拷贝也没问题 拷贝一下 这是远端服务器的 DEV开发分支 回车 没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 Branch的状态 大家请看 两个了吧 刚才我操作的时候 可是一个嘛 对不对 只有MASTA 现在有两个 那怎么办 没说的 切换到开发分支 Git Checkout 第一位 回车 再看一下 Branch 哎 怎么样 切到这个 这个开发分支 绿了吧 绿了 好 然后咱们随便编辑一点文件 咱们编辑这个readme 我现在通过这个video studio 把它打开 这个就不如这个 Linux Linux 我可以通过这个vi nano进编辑 然后这个的话 我只能通过这个 UI界面编辑 这就是烧Windows 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行吧 稍等 我试试啊 比如说 我试一下啊 我编辑readme 现在是在 开发分支 我通过notepad 应该也行吧 试一下啊 这我还真没试过 今天咱也是第一次尝试 go 哎呀 那编辑OK 漂亮啊 咱们 咱们在这呢 加一行代码 在这个remail 这个email下面 咱们加什么代码呢 加我这个代码 增加一个颜色的高亮 我把它加到这个notepad里面来 这样以后 咱们通过这个 道次命令操作更好 我更喜欢用命令行啊 好 咱们保存完之后退出 然后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没错嘛 readme编辑了 然后提交到索引区 再看一下绿了 没问题 然后呢 咱们把它commit掉 这个是说增加color.ui选项 咱们就简单敲了啊 commit-m edit color.ui item item 回车 看一下 大家注意 我现在开发分支 对不对 但这行英语 咱们请看吧 虽然我英语不好 但这应该你能看懂啊 什么意思呢 本地有一个分支 有一个提交呢 领先于远程的服务器 然后呢 他说让你用get push命令呢 把您现在这个本地提交呢 出版一下 publish 出版 对吧 好 咱们现在本地有了吗 有了一个新的readme的文件 在开发分支 对吧 咱们提交过去之后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是这样啊 我在做真正提交之前 先用这个get remote命令 看一下咱们本地的远程分支 远程库的具体的设置啊 咱们试一下啊 get remote减V 试一下 get remote 但是这个remote有很多的参数啊 咱们今天先讲一个减V 回车 哎 大家请看 出现两个 前面这个origin 这是什么 这是缩写啊 我省得敲了一大长串了 我只要敲出origin 就代表这个意思啊 然后他说什么吧 咱们请看 这第一行origin 后面是个fetch 换句话说 我如果选用这个getfetch 这个命令呢 或者说getpro命令呢 他从哪个url去给我取代码 这是一个缩写啊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个 接下来的前面这半的内容 和这个第一行是完全的一样啊 这是一个缩写外加url 最后不一样了 做这push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用get push命令 他向哪个远端服务器进行提交 所以说在咱们push之前 千千万万要用getremote减微 来确认一下 您的服务器的设置啊 当然不知还可以增加新的服务器 那这是咱们今后的话题啊 好 那咱们马上用 大家请看 get push到哪去 origin origin什么意思啊 这不都有吗 origin会不会跟个url 这个origin就这个 这么长串url的缩写啊 然后呢 get push推到origin这个服务器 推到哪个分支呢 我后面写了 推到远程的第一微分支 好 咱们试一下啊 写来少叙 咱们先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当前是在大型卡这 当前我在开发分支 没有问题 我呢 推到远端分支 试一下啊 看咱们测试啊 get push origin 这个开源助攻的服务器 然后呢 到哪个分支 到第一微 到第一微 回车 等一下 今天这个开中国服务器 可能有点慢啊 哎 正在推啊 好 咱们把它推过去 再看一下状态 没有问题了吧 他刚才说 我本地 比这个远程快一个版本 现在呢 一点不快了 好 咱们这么说 应该是推上去了 然后咱怎么看呢 回到这个外部界面 选到这个第一微分支 咱们应该能看到 刚刚的修改啊 好 大家请看啊 我刚才在这 设置这呢 加了一行记录嘛 对不对 哎 大家请看 我只是把它推过来了 刚才是没有这行代码的哦 那么我通过 把它课容到本地 修改 提交到本地 然后再推到服务器 这一系列的操作呢 让远端服务器的代码 也进行了更新 这就是今天咱们 所讲解的内容啊 呃 您的最好 实际操作一下 就能够理解啊 应该不是很难 应该不是很难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 讲解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呃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 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 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